查试疑似这个食物中毒的事件 现在已经导致两个人死亡了 那么有医师说 有可能是因为米酵菌酸的关系 那么米酵菌酸是号称说 只要一毫克就足以使人致死 而且是完全没有解药的 包括连清洗主费都杀不死 而另外我们该关心的是 在景气灯号的部分 那么现在已经连续两个月 是亮出了代表稳定的绿灯 那么只差两分就会进入黄红灯了 在过去大家都说蓝灯买股票 红灯数钞票 那么这个时间点是不是代表 台股已经逐渐进入了陌生段 另外台币在肩盘中 又扁破了三十二元 是创四个半月的新低 那么现在包括是有用美元计价 而且是以外交为主的这些车用零组件 就可以来受贿这个汇兑收益吗 另外其实一般人到这个超商去消费 还是习惯的有电源在的 在过去美国跟中国大陆 在之前大力在发展无人商店 不过现在却是已经出现 有泡沫化的一个情况了 甚至在日本的这个无人超商 都疑似是出现有像这样一个 倒闭潮的情况 我们先请教陈彦 这个保龄茶室 疑似是食物中毒的事件 已经导致两个人死亡了 现在也有医师说 很有可能是因为这个米酵菌酸 所导致的 因为这个事件一出来 第一时间其实我真的觉得很讶异 为什么我讲很讶异 第一个这个保龄茶室 它是老板一开始就强调的是素食 一般来讲我们认为素食的饮食过程 基本上应该比较不会出问题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什么 在原摆信义A13 这是百货公司 美食街 照道理整个品馆应该也是相当好 可是事件一出来 其实人数其实不断的在攀升当中 而且这过程当中有很多 像你刚才讲到的死因要厘清等等 大家也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可是为什么引起关注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有急性肝衰竭 也就是说你器官快速衰竭 你说到底是不是跟在保龄茶室 食物中毒有关系 目前还不确定 但是因为并不是一个个案 而目前看到好像有两个 而且你突然这种器官衰竭 那应该是相当严重 所以我们想说好好地来了解一下 因为当然整体的状况是怎么样 还有待厘清 可是大家就开始在思考 在猜测 因为它所做的这个食物当中 有用到的一些是以玉米 或椰子为基底的一个产品 而以这个为基底产品 在发酵的时候 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污染 叫做唐昌普伯克氏菌 而这个氏菌一旦开始繁衍 会产生米酵菌酸 所以很专业 对不对 你看得懂 那这个过程它会产 第二天 就是说你的温度 就我们一般讲室温的情况下 它就会发生这样的一个变化 太冷或太热还不至于 反而是在室温 所以你觉得室温食物放在那边 没问题 其实不是 好 而且基本上它产生 第二天产生是每公克 2到4毫克的毒素量 可是问题是人体只要接触到 1到1.5就会死亡 所以你看它产生的量 可能就会引发相关的问题 真的是这样 而且真的是无药可医吗 好 这个我们来引述一下 这个台大医院急诊 医学部组织医师林建章 他讲说 他说米酵菌酸 比先人长的感菌毒更猛 他说出现在哪里 基本上比如说 我们有时候饭没有吃完 不是会重复加热吗 还有我们常 你如果有吃过炒饭就知道 煮过的饭冷掉以后 再来炒是不是最好 所以就产生一种叫做什么 叫做炒饭增后群 我问你 我不是医学专家 可是就我知道的 器官如果快速衰竭 其实后面很难救 器官衰竭 如果发生器官衰竭之后 即便救起来 其实也会产生很多的 后续的一个病变 过去有没有发生过 2015年在东非莫山比克 其实当时他们就办了一个丧礼 他们要喝一些小米啤酒 你知道小米啤酒怎么酿的 你一定是用小米玉米这些 我们简单讲叫酿 就是发酵 结果就出现糖昌普伯克氏菌 产生的米酵菌酸污染 一样的情况 对 所以为什么大家才会怀疑 你看这里有玉米 小米 请问一下目前据说 有发生问题的几个消费者 使用的就是盒粉硅压条 硅压条我问两种情况 第一个它是不是有发酵的过程 因为制作的过程 这个可能是第一个 第二个硅压条 大家最习惯是做好以后 是放在那边 然后有客人来的时候再怎么样 再炒一次 就跟我们刚才讲的炒饭蒸后群 的现象很像 好 再来我们再讲 2020年黑龙江 有一个民众 他邀请亲属到家里用餐 然后他做了什么 冷冻一年 冷冻将近一年 我们常常想说 这个东西放在冷冻不会坏 感觉放冷冻都不会坏 我阿嬷拿他阿嬷 冷冻的东西出来 煮给我们吃的时候 我们都吓到 那这个它叫做什么 酸汤子 这怎么做的 就是你注意这里 玉米水膜发酵 同样的 玉米 然后怎么样 发酵 出面条 对 它就是一个主食的概念 对 那年轻人吃不惯就不吃 结果吃的 就除了年轻人以外 通通出现不适的症状 而且还有人 因为这样送到医院抢救不治 那我问你 九个人死亡 对 这个东西 跟我们现在在讨论的 保龄茶室的 这个食物的概念 是不是很像 好 那这个保龄茶室 爆出来 这个当然就是 龟茶条 所以现在大家开始担心了 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吃 龟茶条 因为我认识很多女性朋友 喜欢吃龟茶条 因为QQ的 很好吃 对不对 好 现在大家不敢了 尤其是我们去常常喝 洗酒的时候 有一道菜就是 那个帝王蟹下面不是 或是 对 它下面这个铺的 都是龟茶条 对不对 蟹没多少 龟茶条很多 现在全部换豆腐 这个是这个知名的 这个饭店 所以我觉得现在是不是又出现一个 除了我们上次讲的那个 那个那个红红的那个 辣椒粉那个之外 现在又出现了这个 柏拉条 又出现这样一个 柏拉条危机 但是这里面让我们比较 无法理解的是说 素食不是没问题吗 对啊 不过台湾的素食人口很多 这个部分未来是不是要注意的一个重点 对 您刚刚提到那个素食的人口 其实台湾吃素的人真的是非常多 六千多家素食餐厅 在全世界第三名就是台湾 那么前两名分别是印度跟墨西哥 对 因为吃素是这样子 现在其实很多吃素 它不一定是 就是现在的素食其实真的很好吃 它不是像我们过去在庙里面拜拜 然后他就顺便准备了素食 那一种一般不是特别吃素的人 还真吃不习惯 可是我发现现在的素食餐厅 因为现在真的很多人吃素 一方面对身体的负担比较小 一方面我们对环境的保护也比较好 现在美国掀起这个 不只美国 台湾 现在掀起的这个叫绿色饮食 我们如果我们更正确的讲 应该叫绿色饮食 绿色饮食 那当然台湾的餐饮业零售业食都看好 所以也推出了一个 就是其实我虽然 假设我想我吃素 我想吃素 可是我还是想吃肉 因为我就是摆脱不了 那怎么办 现在所谓的植物肉的商机 现在在全家家乐福 星巴克都有 而且现在做的 其实比如说你要吃 它叫比如说树肋狗 或者树的便当 还有树排骨 树牛排 其实吃起来的口感还真的不错 坦白讲我真的吃过很多次 我觉得还不错 还不错 那现在年轻族群一方面长线 一方面其实大家 也越来越注重身体的健康 你知道一年的商机有多少 600亿 输食商机一年就有600亿 所以你刚才讲什么 餐厅6000家 对啊 这个全球排名人口 吃素人口第三 实际上越来越多的人 其实也开始吃素 台湾300多万人吃素 没错 那现在植物肉的市场 从2018年46亿已经成长到 预计要成长到 2030年是850亿 那统一有推一个 就如果你有去超商看 就Seven 它有一个天树地树 销售竟然破亿 然后现在很多的连锁品牌 你看它用了这个树果 网品推的是树果 其实现在包括八方运期 它有推那个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 就是里面全部包树的水饺 可是它不是讲树的水饺 因为这样我可能不想吃 它里面叫做树果水饺 你就觉得对身体很好 很健康 还有汗来蔬食 对 所以现在其实吃素人口 真的越来越多 一定要发挥创意 包括盐酥鸡怎么样 要不要来包盐酥鸡 树的 所以这个是换成树肉 对 要不要来个挂包 怎么样 肥的五花肉 树的 怎么样 但因为有些吃素的 它其实连蛋奶都不碰 你知道有蛋奶素跟全素 对 可是全素怎么办 实际上现在人造肉市场 他现在包括这个人造肉市场 他们其实已经可以做到 你即便是全素都有办法使用 像你看蛋饼的鸡蛋 一样可以 那现在人造肉市场 大幅度的一个增长 其实陈彦在日本的朝商也是如此 所以我们如果到店里面去买东西 还是习惯有店员栽 因为当时的这个无人商店 主要是要降低人力的成本 如果我把营业的时间拉长 然后又没有人雇的话 我照道理我的周转率 营业额应该会大幅度提升 而且因为没有人 你的营业时间拉长以后 你的效率应该会更好 所以2016年亚马逊 他就开设了一个叫Amazon Go 就是你东西拿了就走 那真的很多人拿了就走 他说不必在柜台结帐 你不是叫我拿了就走 当然这个无人商店的热潮 它这中间有很多金流 付款 你怎么去感应 这些的一个设计 那当然大家会觉得说 这是很好 因为我去买一个东西 我也不用排队结帐 对 你也 你说拿了就走 应该有很多的监控机制 付费的一个机制 会让整个购物的过程更便利 对不对 好 结果大家原本认为说 这样的一个方法 尤其是在疫情过后 不是更好吗 对 省去了人与人的接触 结果没想到2024年1月 我也说到剩23家 陆续的关店剩23家 怎么会这样呢 那会不会在美国的问题 因为美国 会不会是因为 每个地方的状况不同 好 那我们就看一下中国 因为当时2017年 中国淘宝也推了无人商店 那也没错 因为现在要请一个店员 其实越来越困难 那如果有一个无人商店 那是不是引起购物 体验以外 整个风潮就打开 当时吸引了40亿人民币的 一个投资 结果这个苹果 就苹果盒子 这一家无人超市 叫苹果盒子 好 2018年传出裁员高管离职 甚至被视为黑马的零家便利 也宣布破产 这等于很快就不行 2017才开的 2018就传裁员了 很快了 那当然名字是不是有问题 因为拿了东西不用付钱 冰果 那中国无人商店泡沫 当然还有一 你说第一个是不是过度扩张 也就是说你不断在展店 你忽略了原本周边地区 也有类似的商店 有人在顾 还有一个其实收盈人力 是不是真的无人商店 这个降低的成本 是非常的大的 这个值得讨论 对不对 另外一个网购 其实就跟无人商店的概念 是一样 我网购买就很便宜了 好 当然另外一个我们再去看日本 为什么他的无人商店的成本 反而更高 美国 中国无人商店已经泡沫化 现在是泡沫化 那少子化的日本很合理 对不对 因为减少人力 对 减少人力 而且你现在他们的 就业人口的年龄层太高 好 可是日本人 因为不喜欢造成大家的困扰 我去 我真的去过自行结账的机器 你知道吗 旁边十几个人都结账完了 我还在那边前面那个 你还在研究 你随便堵 不会用 不是我 不是 是我前面那一刻 你怎么被你发现 其实就是我 我堵半天 他一直堵错误 人家十几个都结账完了 日本人就是怕人家困扰 造成人家困扰 那干脆就宁可去 有人工结账的地方排队 所以没有用 没有办法普及 好 全台最大连锁超商 加盟直营店数六千多家 无人商店只有私家 我问你为什么 你觉得没有人比较好 还是有人 看着他帮你弄比较好 对不对 而且你不要小看我们 Seven的店员 你要咖啡是不是 顺便还拿一点给你 18.5亿 还要买酒 你要热口 微波 都弄好以后 我的咖啡呢 好了 18.5亿 所以你不要小看 对不对 当然我觉得 我们在看这个整个过程 其实还有一些很大的问题 可能我们没有注意到 就是人工结账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会不会真的有人 就东西拿了 就直接就走 对 就是我刚才讲 人工结账 你不会混水摸鱼 可是我问你自动结账 会不会混水摸鱼 譬如说我骂 很多青菜蔬果 扫不过去 有沒有 青菜蔬果你怎么扫 扫不过去 就带走了 切盗率有没有增加 我坦白讲你有 还有一种骗术叫香蕉骗术 香蕉骗术 我是今天才学会 什么意思 我把丁谷牛排放上去秤重 你要拿适当的东西去点 你要说你这是什么 对不对 香蕉好像蛮合理的 我把牛排放上去 然后说我这是香蕉 怎么会是这样子 大家不要学会 这个不良的示范 然后甚至你看 他们犯罪学家在英国 他说一百万比 两千一百万美元的 一个字数结账 既然有八十五万美元 被顺手牵 所以说实在的 甚至我们还有抓 还有日本的牵液 这个无人水饺店 抓到就是有民众 每次结账 就越结越少 越结越少 他说我又不是没付 我只是少付 所以这个是很大的问题